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公路交通安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司机和车主们都需要一个行车记录器 一个好的行车记录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和其他公路使用者的权益 我们需要一个好的行车记录器 今天我就准备来开箱一台新鲜出炉最新的4G 3-Channel Dashcam 它是DDPi丁丁Pi的Z60 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工具来开箱这一台Dashcam 所以整个包装算是非常的精美 我们来开掉这个包装 首先在我手上的这一台DDPi Z60 它是一个3-Channel Set 所以里面有3颗镜头 它采用的是PiLink的Multi-Channel System 它有4K 2K跟1080P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开 这边有一个小盒子 再来有第二个小盒子 然后后面这个应该就是它的主机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器材就是它的主机还有支架 因为这个最新的DDPi Z60呢 它后面用的是3寸的萤幕 一个非常高清非常大块的萤幕 那我知道可能你会在想 为什么一个Dashcam需要到3寸的萤幕这么大块 因为当你要调整一些功能的时候呢 它就变得是非常的实用 像我们可以去到这个Smart Assistant 你可以去调整Collision Sensitivity 你进去之后有Driving Collision Sensitivity 跟Parking Collision Sensitivity 当然最特别的就是呢 它这边是有这个ADAS的Alert 也就是主动是安全辅助系统的提示功能 像它有这个Front Car Departure Alert 这个在一些汽车品牌呢 它叫做Front Car Departure Notification 所以你下去这边的话 你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你要等红绿灯啊 你要等交通灯 可能你分心前面的车子走了之后 它会给你这个提示声 再来是驾驶疲劳的语音提醒 如果监测到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的司机出现疲劳迹象 它会及时的提醒驾驶员休息 再来我们去到Video Setting里面 你可以去调整Duration of Related Video的长度 然后它的Resolution Up to 4K 然后Video Encoding也是非常特别 因为这边提供给你H.264 你还可以去选择这个最新的AI265 它可以去缩小30%的Far 可以让你的这个Far Size更加的有效率 再来下面的话有Watermark Setting 各种东西都能够透过这个萤幕去调整 所以这边给你4颗按钮 然后刚才我说的Memory卡槽就放在这边 如果你不要放SD卡的话 它里面可以存32GB 那如果你要放这个SD卡的话 它可以UP度512GB 那一般上我们用这个Dashcam 它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断电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一突发断电 它就会停止录影 那因为这个Z60呢 它里面是用了一个叫超级电容 它的耐温性能好 穿刺不起火 也不会鼓包 使用寿命更长 避免离离子电池等高温环境下 可能会有的安全隐患 所以这个超级电容呢 就能够让你在断电之后的几秒钟内 让它完整的储存了档案 它才去关闭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的技术是远比之前 那一些Dashcam还要进步了非常的多 然后因为这一个盒子呢 它里面是有两个镜头 所以它第一个set呢 就是有一个4K镜头 它是F1.8的超大光圈 所以前面是4K 然后再搭配一颗后面的1080P 就是这个盒子里面就是两个channel 然后再来呢 你可以复夹全项 或者我这个3channel set里面 它有附带了一个叫Mini 2X的 所以Mini 2X呢 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2K的镜头 所以这个2K的镜头呢 也是一样非常的大个 可是它非常的轻巧 它主要是放在车厢里面的 所以是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加上车厢里面 那为什么车厢里面需要一个镜头 因为它有这个驾驶疲劳的提醒 然后再加上车子的这个新车记录器 它提供了AVAS的一些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的功能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PiLink的连接线 因为它需要3个channel 连接在一起去它的主机 所以整些东西都在这边 那另外因为这个DDPI Z60 它是支援4G的远程互联 所以它这边有这个4G的云合 那这个4G的功能呢 就非常的非常的厉害了 也就是这一次这个Z60的重点 因为如果你放了这个4G的device 4G云合过后 如果里面是有这个SIM卡的话呢 你可以去remote control 用手机的app去远程启动远程遥控 甚至还可以启动一些云端的服务等等 所以它主打的这个就是一个4G的3channel dashcam 整个东西compact放在一起给你 然后另外这个DDPI Z60 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AOV的parking monitoring 也就是停车监控 然后它也提供了这个降压线给你去更好的安装车子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有Night Vision 2.0 这个夜市的功能 所以它在晚上的时候 有最新的AI ISP Image Processor 它可以很好的去处理掉 在夜间的时候过量或者过暗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DDPI Z60 完整的展示在这边给大家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安装去车子上面 来看一下它的footage 白天晚上还有它的一些功能 有什么样的特别 So let's go Alright 我现在就来上路 试用一下这个DDPI Z60行车记录器 那现在是中午大概三点半 你可以看到那个阳光是非常的强烈 然后它会有很多影子 会有很多很contrast的地方 这个DDPI Z60都能够非常好的去处理这个图像 那再来这个DDPI Z60 同时也支援语音声控的功能 那通常语音声控呢 你需要去输入一个指令唤醒它 那这个是不需要的 你直接跟它讲 Check Photo 它就会储存一个档案下来 方便你在过后去寻找的时候 能够直接找到你当下要记录起来的东西 所以我最喜欢DDPI Z60的地方就是它内建的Lead Car Departure Notification 就是前车离去的提示声 因为很多时候车子停下来 可能你打瞌睡 早上的时候小睡片刻或者放工的时候很累 然后当前方的车子它离开之后 它就会提示你 前提是后面的车没有开始转你啦 它会跟你讲前面的车走了 所以比如说你要闭目养神也是可以的 那像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非常好的去展示 DDPI Z60的这个图像处理 因为你看它的光啊 左边非常的暗 右边非常的亮 是非常 contrast 非常难处理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DDPI Z60 它的夜间视力如何 比如说我现在把车灯关掉 这个行车记录器 能不能够看到马路上 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也是 比我原先预期当中的表现还要优异 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入夜 灯光忽明忽暗这样子 它都能够非常清楚的 记录下那些details 就是这个Night Vision 2.0 还有最新的这个AI的Image Processing 它能够非常快速的去处理这个影像 所以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DDPI 丁丁派的Z60 这个4G 3 channel的Dashcam 记得点击影片底下的链接 获取更多关于这个产品的信息 还有最新的视频 也有关于DDPI 内容的视频 您可以做到 这是这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